面對鏡頭 面對鏡頭 那叫什麼 叫政治 離開鏡頭才恢復良心 這是真的 因為你面對鏡頭 前面所有的觀眾 都是同文層的人 你能罵嗎 你能罵嗎 如果你一罵 人家就講說 你怎麼跟民進黨一起罵 你到底是哪一黨的 觀眾不理智 觀眾不理智 所以他面對鏡頭 必須要面對政治的問題 他不能罵太兇 他就是輕輕 輕輕拿起來 就是這樣子實在是 這個助理很可憐 他們不要去說高宏安糟糕 他們就說 去說水母很可憐 就用這種方式 那就是政治 那可是離開了鏡頭 錄影結束以後 面對到自己的良心 必須要講 必須要說 水母其實我是 蠻擔心他的 他是有把少少的 所謂的不該他得到的錢 又把他繳回 那現在他又跳出來說 沒有 我是冤枉的 到底是誰在害誰啊 到底這些人是在害誰啊 從頭到尾水母沒有認罪喔 他沒有認罪 他只是說這個錢不該我的 那我繳回 那法官會很寬的解釋 他繳回了嘛 所謂的錢也不多 就給他判了緩刑 現在一票人 把他拱出來說 放心 我幫你請律師 上訴 用力的上訴 一定會沒事的 這真的是 我跟你講 如果 如果 我們如果說 這個水母 他上訴了 最後無罪 不得了 這些幫他的人 政治前途大開 你看 法院就雙標嘛 要不是我們幫你 你就慘了 那相反的呢 如果從緩刑判重刑 那他們講 那個真的司法 真的沒有公糧 你還是先去坐牢吧 你會把他偷渡到國外嗎 還是你會 想辦法讓他不用坐牢 不要這樣壞 不要這麼壞 先聽一下當事人 怎麼在今天 針對這個做的說明 王宏威是說 陳輝文是無中生有 胡亂扭曲 他是說司法不能夠 有兩套標準 可是其實我們 這個可以討論很深 那總之呢 他覺得陳輝文 故意把這個是放大了 然後怎麼每天都去 罵在野黨 他意思是說 只能罵執政黨嗎 在野黨如果做錯 不能罵嗎 那林明賢的說法是說 他強調的是 怎麼會跟議員的判決 什麼不一樣 要有判刑的一致性 然後為什麼王宏文 只有466元 還要被判兩年 還刑五年 不符合比例原則 16分鐘錄影 怎麼不見 等等這些內情 究竟是什麼 他說他想要點的是說 司法為什麼不值得人民信賴 可是其實我覺得 明賢哥有點冤枉 因為他其實在 禮拜二在我們節目上 他也是在叮說 高鴻安 就是對助理的費用 公寄金 他也是現場在節目上 他就講說 他領的通告費 就是要捐到 他們的辦公室 所以但是不管 他就是去找找 但是我們在講的是 這一個案子裡面 你的評價 可是國民黨的評價 都會挑 司法有問題的 有不公的點去切入 他們都沒有去好好反思一下 高鴻安的行為舉止嗎 我講 有一些節目 像 像明賢他們去上 面對鏡頭 面對鏡頭 那叫什麼 叫政治 離開鏡頭 才恢復良心 這是真的 因為你面對鏡頭 前面所有的觀眾 都是同文層的人 你能罵嗎 你能罵嗎 如果你一罵 人家就講說 你怎麼跟 民進黨一起罵 你到底是哪一黨的 觀眾不理智 觀眾不理智 所以他面對鏡頭 必須要面對政治的問題 他不能罵太兇 他就是輕輕 輕輕拿起來 就是這樣子實在是 這個助理很可憐 他們不要去說高鴻安 糟糕 他們就說去說水母很可憐 就用這種方式 那就是政治 那可是離開了鏡頭 錄影結束以後 面對到自己的良心 那必須要講 他必須要說 我要告訴大家 你認為法官判定 到底是判定的決定是什麼 這麼多人盜用助理費 這麼多人用這種貪污的方式 獲得不當的財物 為什麼有的判重 有的判輕 重點在哪裡 認罪跟不認罪 這才是重點 你如果認罪 把所有詐領所得 全部繳回 捐回 絕大多數 都是判還行 絕大多數 那如果呢 即使你的金額很小 你就拼到底 我沒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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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你要誣隆我 你要誣賴我 我告訴你 那都重判 不是對立法委員而已 也不是對市議員而已 對軍人判得更重 對軍人判得更重 我們軍方有一個將軍 在外島服役 很苦吧 在外島服役 苦不苦 很苦 那長官體恤辛苦 每一個辦公室 給你一台洗衣機 那就其中有一間辦公室說 我的洗衣機 才還很好用 不用換 那都買了怎麼辦 那這位將軍就說 那這樣好了 那我搬回我家去 就拖運搬回到台灣的家裡面 那就被人家告了 對 多少錢 7700塊 7990元 7990塊 對 就這麼便宜而已 這就 也不是便宜啦 就這麼一點小錢 他覺得可惜嘛 就把運回台灣 最後被人家檢舉了 那檢舉說句實話 認案 繳回 認錯 就這樣了不起 拔官而已 他不是 還有自己花錢 買了一台一模一樣的 然後送到金門 他朋友的家 就放在那邊 說如果有檢調來問 你就告訴他 我這一部洗衣機 一直都放在你這邊 這是我在金門休假出去 要洗的 我還有付你水電費 那那個朋友就說 不行啊 那這樣子連我都搞進去了 所以人家調查局的檢察官 人家一問他 他全招了 最後七千多塊錢的洗衣機 你知道判多久 十二年 為什麼 不認罪 不認罪 他即使在一審 在二審 面對法官 他就說 我沒有錯啊 我自己買的啊 你看我這有發票啊 他說你買的這一台 是事發之後你才買的 那一台洗衣機 你已經運回家 用了多久 他全部都查得清清楚楚 最後他不認罪 最後判十二年 所以這個有跟 你說這位將軍 他是綠的 還是藍的 還是白的 他沒有嘛 軍人怎麼會有政黨色彩 那他為什麼會被判 不認罪 所以太多的 太多太多這種狀況 前幾天不是南投縣 也有一個議員 五百多萬嗎 五百多萬 最後為什麼判還行 全部繳回當場認罪 然後他本身又中風 所以他說我這個狀況不好 判還行 所以你說 情理法 還是法理情 看你對於案件的 認罪不認罪 高還能到現在有認罪嗎 沒有認罪 沒有認罪 那水母 其實我是滿擔心他的 他是有把那個 少少的 那個所謂的 不該他得到的錢 又把他繳回 那現在他又跳出來說 沒有我是冤枉的 到底是誰在害誰 到底這些人是在害誰 從頭到尾 水母没有认罪 他没有认罪 他只是说 这个钱不该我的 那我缴回 那法官会很宽的解释 他缴回了嘛 那个所谓的钱也不多 就给他判了缓刑 现在一票人 把他拱出来说 放心 我帮你请律师 上诉 用力的上诉 一定会没事的 这真的是 我跟你讲 这有大白人心 如果 我们如果说 这个水母 他上诉了 最后无罪 不得了 这些帮他的人 政治前途大开 你看 法院就双标嘛 要不是我们帮你 你就惨了 那相反的呢 如果从缓刑判重刑 那他们讲 那个真的司法 真的没有公粮 你还是先去坐牢吧 你会把他偷渡到国外吗 还是你会 想办法让他不用坐牢 不要这样坏 不要这么坏 人家一辈子的清白 即使是缓刑 我说句实话 人非圣险 孰能无过 他只要在缓刑期间 他都没有再犯任何问题 他就OK 可是你这样子 你这样子一操作 你获得了政治利益 可是水母 可能会因为败处被关 对当然了 他有无罪的可能 可是我告诉你 那跟拔杯一样 你知道吗 那跟拔杯一样 拔杯把他去 你只好是什么杯 如果他人家被关 你会不会愧疚 你会不会难过 我告诉你 他们不会 他们不会 不管你是胜诉还是败诉 你是无罪还是被关 对他们来讲 他们都是赢家 现在 如果你一审下来 你没有确切的证据 你再硬拗二审下去 那个改判的几率非常大 所以我真的觉得政治 这柯文哲讲的政治 就是把良心找回来而已 你们民众党不是都在强调 政治找回良心吗 你们要有良心 不要为了政治利益 害人家真的被法律重判 你们真的在午夜梦回的时候 你真的对不起人家 王玉文这件事情 我想补充一下 谁害王玉文 是谁害王玉文 现在要吃这个官司 不是就是他的老板高宏安吗 如果我是高宏安 聘王玉文做走 你的时候 该给他四万六 就给他四万六 加班一个小时 就给他一个小时的加班费的话 我告诉你 王玉文不用吃这个官司 现在是因为高宏安 当任的立委之后 请王玉文当助理 为了把加班费领好领满 用王玉文当人头 去把加班费全部领完之后 王玉文才因为这样 伪造文书 涉嫌贪污 所以你怎么反过头来 包含国民党 包含民众党 都在帮王玉文抱不平 然后在骂司法 在骂检察官 在骂法官 你没有很好笑吗 如果高宏安 不要用王玉文当人头的话 王玉文不会有事 王玉文就是刚毕业 然后当了立法院 有公卫的背景 前途大好 不会有任何的官司 不会有任何的案底 结果蓝白不去骂高宏安 反过头来骂司法 我觉得真是笑死了 然后还说什么司法 判决不公 要有一致性 我举一个事情就好了 李明贤跟王鸿威的前同事 叫做潘怀仲 我们的同事 他因为333万的助理费 你知道吗 他因为认罪 缴回 法官判他多久 判他两年 缓刑五年 你怎么不拿他出来讲 法官好不公平 潘怀仲 清党的 你看判那么清 是不是要这样讲 胡说八道 所以你就是 你犯了过错之后 你有没有针对 这一件事情认错 而且你当老板 你有没有帮你的员工 把这一件事情扛起来 所以你知道吗 王玉文一直在说 什么现在检察官看到我 法官看到我 高宏安看到我 都不敢看我 我跟你讲 高宏安看到你 不敢看你 理所当然 因为你有罪 是他害的 但是法官跟检察官 为什么要不敢看你 你会不会太自我 感觉良好 难怪你跟高宏安 会同一个办公室 你会去那儿吃头肉 再来我要问的是 我记得那时候高宏安 在说服他的助理 不要把他拱出来的时候 去灭证的时候 怎么讲 他说司法我都桥定了 而且律师我都帮你找 有人会搞定 律师我都帮你找 而且王宏 不是王宏安 高宏安的律师 是钻石阵笼的 那他有没有帮王宏文请律师 如果他有帮王宏文请律师 就如所有的律师所说 如果他的录音录影 是关起来的时候 基本上你是可以不用回答 不用讲话的 而且你可以马上提抗议的 那王宏文的律师 有没有帮他提抗议 还是王宏文的律师 高宏安 带那些比较会给他 还是基本上就没帮他三天 我又提一个疑问 因为你们现在一直讲说 什么王宏文在 征讯的过程当中 然后检察官怎么样怎么样 那律师为什么没有抗议 如果我请了律师 律师应该要当场 帮我抗议这件事情 而且王宏文的律师 为什么没有出来 针对这件事情帮他发言 完全没有 是王宏文自己说的 这都是不符合常理 然后现在蓝白 哪这一件事情 出来政治操作 说你看就是因为 王宏文的消失16分钟 所以律营就是 硬要办高宏安 这完全胡扯 因为贪污助理 费了有这么多的案子 蓝绿全部都办 现在办到白 你们就说是司法操作 我觉得这没有办法 令人相信 那王宏文如果继续 要跟白营这样胡扯下去 我是不知道二审的时候 法官会怎么判 但是我觉得 都是这么年轻的年轻人 其实真的要珍惜 自己的好前途 不要拿自己的前途 开玩笑 是吗 你何必呢 你现在都遇到一个坏老板 你就应该要去 相声拜拜 我一信把关让我 可以缓刑 五年没事了 我未来希望 这个提公辈 给我一个好老板 这样就好了 让事情就赶快过去 结果你现在回过头去 上那么多白营的节目 然后还让这个 民众党的人说 他帮你请律师 我觉得你如果惹怒了 贪污一块钱都算有作 对 你到时候因为466 而且466块 是法官把很多他认为 踢掉了之后 对 问题的东西都踢掉 然后现在检察官又要再上诉 二审的部分 如果上诉的过程 法官认为 有很多的钱要重新寄回 可能就不是466块了 加班费是不寄的 应该是要寄加班费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 这个王玉文 真的不知道 现在上媒体 大家给你很多的关怀 蓝营白营都给你很多的掌声 没有错 但是你知道吗 要去上班的时候 是你去上班 黄国昌不会帮你去关 他可能连面会都不会去看你 所以不要傻傻的 拿自己的前途去玩 另外我要讲的是说 这个蓝营 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 你知道吗 民众党现在都没有人在帮高鸿安喊话了 包含黄国昌 也没有帮高鸿安喊冤 他很简单 就是说 你就支持他上诉 我相信你心白 然后你去上诉 可是国民党到现在 还在帮高鸿安喊冤 一直在骂说 检掉施法干预 施法不公 又升官 施法没有一致 那我们刚刚举了那么多的例子 其实每一个案子的判刑 其实法官有致的 就解他的行政 那你怎么不拿蓝营的出来讲 第二个是说 你看王鸿威跟李明贤的事情 就是这样子 大家都在看你的标准 当蓝营 绿营被判刑的时候 你们不敢出账 结果蓝营 高鸿安出账事 你们为了要保留 蓝营跟高鸿安的关系 所以你们在媒体上面 对高鸿安这个的案子 去骂绿营 人家就会骂你们 再来你们私底下 对于高鸿安的 很简单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 因为他们自己 对自己的助理 都不会这么做 当然私底下 一定会骂高鸿安 可是我要讲的是说 那你们为什么 要被人家抓住这个把柄 让人家觉得说 你就是双面人 你们就是为了政治利益 所以在媒体上面 在荧光幕上面 要骂高鸿安 在私底下 认为高鸿安这种人 根本就不值得一提